当地时间5号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雅加达 出席中国印度尼西亚 工商界晚餐会并致辞 印尼对华合作牵头人 统筹部长卢霍特 和约200名两国工商界代表出席 李强表示 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 中印尼关系得到长足发展 实现相互成就 对区域稳定繁荣 具有示范引领意义 中方愿与印尼一道 拓展在绿色能源 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 推动两国合作 进一步扩面增效 希望两国企业家 努力做中印尼友谊和合作的 推动者 传播者 引领者 在深化合作中谋求发展 在顺势而为中赢得未来 卢霍特在致辞中表示 印尼和中国合作 有力带动了印尼经济发展 实现互利双赢 印尼愿同中方 进一步加强战略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再上新台阶 吴正龙出席上述活动